修为实力到了地先之境 庞元帅、新元帅被困秀李乾坤自成空间内好一会 这时出来也只是稍稍一愣神 便看到了一旁的一席黑袍的白浪站立身旁 面色顿时一点 正欲开口之时 很快雅雷布元帅察觉到了周围情况有意 然后他们便看到另一旁的中央冻结雷王赵坚 与贵在灵气凝聚成云屋地面上的南方赤天火光震煞雷地 还有周围两旁手持玉龟 分裂大殿两旁的文武仙臣们 以及高座高座至上的高天上盛大祠人者 玉皇大天尊玄穹高尚帝 自己这是到了灵霄宝殿内 瞬间反应过来的两位旁 新两位元帅面色大变 随即马上转身朝着高座上身影行大礼贵拜道 小将参见大天尊陛下 陛下万寿无疆 雅雷布元帅公升跪在了宝殿之内 跪在了南方赤天火光震煞雷地 稍后一级位置上公升跪拜 高座上 玉皇大帝看着跪地的雷布俩元帅 同样没有出声 而是看向陆无飞道 白浪你可还有事 听到这里 陆无飞知道玉皇大帝这是送客的意思 他扫了一眼 一旁嘴臭的吃天什么雷帝与两位雷布元帅三道老实恭敬贵夫身影 知道他们或许因为输给自己可能会受到一定惩罚 但玉皇大帝却是不想自己再看下去了 于是马上行礼道 禀陛下 小臣无事了 玉皇大帝点头 行了 那你自去吧 说着 玉皇大帝朝着他挥了挥手 陆无飞马上拾去 再次行礼 是 谢陛下天恩 说着 陆无飞起身 目光扫了周围四道身影一眼 然后又迅速环顾了大殿内两旁分裂的一众文武仙臣们一眼 快步向灵霄宝殿外走去 才至高大殿门口时 陆无飞听到了后方传来了玉皇大帝的大鹤声 不过他没停留 一步出了灵霄宝殿门 身后再无丝毫声音 宝殿大门外 两排银甲天将 手持长枪并列 威武不凡 陆无飞站在大殿门口稍作思索 脚步不停朝着外面走去 太平山一切还等着他去处理 没有时间去盘桃园看便宜徒弟 更没时间去拜访几位师兄弟 陆无飞脚步迅速朝着西天门行去 天上一日 地下一年 就他刚刚从到天庭 在灵霄宝殿一直到现在 虽然时间不长 但在下届 起码也是十天半月过去了 哪里还敢多留 快步来到了西天门前 陆无飞脚步不停地 与看守西天门的广木天王寒暄了一番 随即快速出了西天门 化作一道七彩红光直下天穷 抵达蛮荒太平山地域高空之时 时值正午时分 漫天飞雪 陆无飞心念一动 才知他之前刚随着先是太白金星 上天到现在已有半月之久 再看向下方万腰城 当日的血色光幕早已经消失 损毁房屋也重修得差不多了 万腰城内已然运转正常 就是万腰城之外 整个太平山及周边地域 因为那日先后数次惊天大战 恐怖余波之下 山川崩裂 河流断层 森林净毁 已经被摧毁至面目全非 即便这时都被漫天冰雪覆盖 也依然能看出 当日的大战之激烈 之恐怖 太平山地貌 硬生生被大战余波威力 完全改造成了另一副模样 看着自己辛苦经营了数百年的太平山 变化成这样 陆无飞说不心痛 自然是假的 但人生在世 是不如意十之八九 好在他最重视的万腰城平安无恙 如今 万腰城扛过了仇敌金翅大鹏的偷袭 又撑住了天廷雷布大军的征讨 接下来的万腰城 必将更加的繁荣昌盛 不可阻挡 没再多想 陆无飞直下万腰城 这时才散发出自己的庞然气息来 很快 一黄一白两道身影迅速自万腰城内击射而来 正是一身蛋黄皮甲的鱼绒王与一身白袍的白鹤 看着归来的陆无飞 心中满肚子心思的鱼绒王马上问道 白浪 怎么样 天廷不会责怪我们吧 听到鱼绒王的话 陆无飞笑着摇头 无妨 此事也算彻底解决了 玉皇大帝不会再追究 万腰城从此不会再受天廷制约 说着 陆无飞看向鱼绒王承声道 这次多谢了 鱼绒王笑着摇头 你我关系 这些就无需再说了 听到陆无飞的话 鱼绒王心中微微还是有一些失望的 毕竟当初花果山那次 他可是看着白浪与他七弟孙悟空被封了天职 上天当官去了 这次比上次阵仗更大 鱼绒王还想着这次自己是否能沾上些光的 现在听来确实没有了 当然 他也知道 他的想法算是设想了 毕竟这次之事与上次不同 而且他也未能大展身手 基本都是白浪一个掌控了全场 震慑了所有天兵 而且 这次白浪所求也不同 脑中一番思索后 鱼绒王不再多想 白鹤在一旁随即接话开口 一番交谈后 陆无飞带着两个直向下方万妖城而去 因为放开了庞然气息 万妖城上空又一次聚集了数道身影 分别是胡月 白云霄 丸大山 红皮 胡月 乌鸦怪 环桂等一众 以及还有数位妖王 至于万妖城街道内 此时 察觉到万妖城之王 太平山之主回归 一只只妖怪都从客栈酒楼 从商铺或者住处探出头来 都拼命仰头 朝着头顶上空望去 想要一睹白浪大圣风采 半个月前 从老祖变成大圣的白浪 刚回来就大战天庭大军 并以一己之力 连拜天庭大圣天将 逼得天庭 只能请先使下凡来 邀请白浪大圣上天相商 白浪大圣之名 经此一战 已经彻底震撼整个蛮荒 因为那一夜 太平山大战天庭天兵一战 被太多妖怪所关注到 因此 这件事传播速度 比以往都要快 小妖们只知道太平山之主 万妖城之王的白浪大圣打退天兵 打到了天庭先使下凡义和香商 实在太过匪夷所思 在联想起当初白浪大圣还只是老祖之时 便能战胜大圣级别的师托国主金翅大鹏王 如今更进一步 更是能击溃天兵天将 打到天庭服软 实在太过恐怖 如此近乎无敌之姿 让一些好事妖怪说起白浪 不由称起白浪大圣为无敌大圣 白无敌 这样的称呼一经传开后 便迅速得到了其他妖怪们的认可 毕竟太平山之主 万妖城之王的白浪 绝对是近几百年来最为天才 风头最盛 名声最大的妖怪 妖族中最为崇尚强者 此时整个世间 使陆无飞为偶像 为目标 为信仰的妖怪不知几凡 虽不知陆无飞听到这名头之时会做何感想 但可见陆无飞的名声在下面妖怪之中的地位 尤其是在蛮荒之地 等这次大战天庭天兵的战绩传出蛮荒 传出犀牛鹤州 传遍世间其他三州四海之时 在小妖中 陆无飞的名头快成为信仰了 而在妖族最顶层 妖圣级别圈子之中 仅此一战 陆无飞的名头同样震耳欲聋 毕竟陆无飞之前实力在墙 也不过是妖族之境 大多数妖族虽然感叹 但都没有太过在意 如今两百多年不闻踪迹 在剑制时 居然一步登天成就大圣 更过分的是 成就大圣归来到日 便遇上了天庭大军讨伐 而后连拜天庭大圣级别天神 打得天庭降下仙士来请 种种恐怖战绩 听在一众妖圣级别大妖耳中 同样如惊雷滚滚 实在太过震撼了 如果说半月之前的 陆无飞各种事迹不少 在蛮荒名声家喻户晓 但放在整个世间 三界最多只能算是小有名气而已 但是 经过这次与天庭雷布大军一战 他的名字算是彻底明动世间 明动三界 当然 一切都还需世间将其发酵才是 察觉到白浪大圣归来 整个万妖城都沸腾了 街道上占满了大量妖怪 一个个伸头探脑 陆无飞带着鱼龙王白鹤大圣 迅速飞底半空 白云霄带着一众亲近妖怪们 马上迎了上去 此情此景 却是与半月前 白浪归来那天一般 只是这其中 隔了那一场惊天大战 再度归来的白浪大圣 声明越发显赫威胜 大王 白云霄带着一众上前开口道 陆无飞朝着他点了点头 道 回去再说 说着 陆无飞静止朝着万妖城内 城西街的新太平宫飞去 动作都快点 掀上零果 零酒 再上备好的烤肉 其他热食还在烹饪 稍后再上 新太平宫内 府邸内副总管理路妖月娥 忙碌的飞起 不断吩咐道 快快快 新太平宫外 高大气派 无比府邸大门前 大总管灵山 带着一群漂亮女妖侍女 正等在了这里 这时见到半空中飞来的大王 与身后一众 马上恭敬迎上前行礼 参见大王 陆无飞落地 朝着灵山点了点头 也没说什么 大步朝着两边 站在两旁气势彪悍 披甲持线妖将兵卫的 府邸大门走了进去 大王 大王 府邸内 几乎见不到男妖 就是守卫的妖怪 都是女妖 更多的女妖侍女 来回忙碌着 所有女妖见了陆无飞 立刻纷纷行礼 陆无飞在此起彼伏的 恭敬声中 一路走进了正殿 宽敞无比大殿内 已然摆好了数张长桌 大量侍女穿梭其中 长桌上以眼见的速度 迅速摆上了各种灵果美酒 陆无飞带着身后 一众妖怪落座 还是和之前一般 羽绒王与白鹤大圣 做了下手 然后是胡月与白云霄 最后才是红皮丸达山 一众亲近 与一副太平山的少年妖族 李清红与一众妖王们 分裂对桌而坐 只是才坐下 陆无飞才发现 与之前那晚相比 足足少了四道身影 四位妖王 大王 一旁 胡妹娘为陆无飞 地上蒸满了酒杯 陆无飞接过酒杯 目光扫过下方种妖王后 开口道 牛大利 白眼 路马 黄狮他们几个呢 去哪了 丙大王 下方众妖琪琪抬头 白云萧文生马上到 黄狮 牛大利 白眼 还有路马四位妖王 死在了之前的大战中 其中 牛大利和路马 两个尸体没找到 只找到黄狮 与白眼两个的 死了 陆无飞文生 微微一皱眉 倒也没意外 之前毕竟那雷部 天兵阵仗太大了 人仙境与神仙境天降太多 底蕴太过深厚 远超现在的太平山 虽然现在太平山规模 要妖族中是不小 但那要看与水比 比起天庭雷部相比 那就差太多了 不过他们既然是为路无飞 为太平山而战死的 陆无飞自不会不管他们 而且 他刚刚可是听到白云霄所言 之前妖王没有一个为战逃跑的 几乎是人人带伤 这让陆无飞对眼前一众妖王 明显更加满意了 于是看向白云霄道 那他们俩个的尸体 可曾保存好了 白云霄马上回道 保存好了 嗯 白云霄坐视一向稳当 陆无飞文声点头 随即看向其他一众妖王们 直接道 黄师他们四位因为太平山而死 我自不会视而不见 想来你们曾经听说过 我曾经下过地府 取来了黑将军的魂魄 一众大妖们 文声立刻纷纷 看向下面的乌鸦怪 显然 他们对此都是了解的 陆无飞继续道 我既然能取来黑将军的 也自然能取来黄师他们四个的 所以 他们不会就这么死了 他们都还会活过来 而且 我可以在这里与你们保证 只要你们忠于太平山 忠于万妖城 忠于我白浪 为我而死者 我都会亲自为骑下地府 为骑取来魂魄 让他想死都难 话音落下 轰 一众大妖们立刻瞪大了眼睛 大声欢呼起来 就是鱼戎王与白鹤这两位大圣 听到这里也不由侧目连连 深感震惊 他们成就大圣 本向真屈早就长生不老了 但能长生 可不会代表不会死 现在白浪明着说 就是死了 也能将他们从地府捞捞回来 能出此言 不得不说 白浪不仅实力通天 手段关系同样通天 自古艰难为一死 如此天大诱惑 就是他们俩的心中都心动不已 白浪这番话一出 眼前哪位敢不为太平山笑死 一旦这话传出 接下来完全可以想象 到时来投万腰城的大腰绝对会有很多 看着眼前众大腰们的反应 陆无飞继续道 至于你们 我已经听白总管讲了 没有一个临战逃脱 皆有大功 本生一一有少 来 陆无飞举起酒钟 一位为大腰们面色兴奋 目光狂热 马上举起了酒钟 陆无飞为了这次大胜 干 重大腰为大王贺 我认为大船